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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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银子哥 生日快乐 今年21岁了吧 再过3年你就是24岁了 3年前18岁 是个小男孩高三毕业 3年后24岁不知道你能 闯出自己的一片事业 能够做到什么样 希望你能够明天 按照自己说的认识自己的目标 好好实现自己的目标 转眼前泡泡妹子 发奔图枪 银子 现在祝你生日快乐 那个视频里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就是你在 澳大利亚的话 注意外生 注意安全 然后 其他的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个 送你一个银色子弹 祝你生日快乐 你生日快乐 哈啰 银子 又到了你生日的时候了 这是我的男朋友 小天真 我们在天津草莓音乐节 现在让你看一看草莓音乐节的盛况 ',他会坐订阅 你帮我 他在天津草莓? 他他在天津草莓 我就可以了 我回来了 我只能 陪你说这些话 只要是我很少 本来就怎么会说话了 我爸生日跟你同一天 真是太幸运了 太幸运了你 竟然跟我爸同一天生日 尝一首美爱的 晚餐时光流失 他四季变幻 在澳大利亚好好生活 好好学做菜 回来做饭给我们吃 还有等我们婚礼那天 你一定要来哦 一定要来哦 到时候包一个大礼包 快继续接收 别人的祝福 拜拜 今天是十二半 祝你在学习部 十二半 好 加油 银子哥 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 然后 听说你要过生日了 然后就先祝你生日快乐 你在澳大利亚那边 好久没联系你了 然后先说说我最近在干嘛吧 我最近准备退休了 然后还有两个月左右就不做LCP了 然后现在在准备准备去美国 然后前几天刚考完 第二 对考的还是不错的 所以你有一个赶超的目标 你要先把托福考过 然后第二 也不准备我查了 在那边昆士兰的话 我之前因为听说那边黄金海岸嘛 肯定过得很爽吧 然后之前其实 跟你的联系也就是你给我写的那一封邮件 我觉得 虽然我没怎么看得懂你写的东西 但好像过得还是挺酷的样子哦 之后的话我觉得 我将来就会先去美国了 然后 我不知道你将来怎么打算 如果你要去美国的话 我就在美国等你了 就是我还在计划 毕业或者说什么时候 攒到一笔钱了 去澳洲找你玩了 我也想去黄金海岸那边 对吧 往沙滩那边一躺 然后 找找白人妹子 很爽啊 然后这半年 因为你在你在尼尔巴那里面也辛苦了 就我觉得很多事情 你也勉强自己去送了 现在想想是没什么必要了 就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吧 或者说 因为一些事物让你不开心 就可能我当时也 有些做的不好的地方 对吧 但我觉得就 你始终记住吧 永远是你尼尔巴那的Captain 然后 你的一举一动也会很关注了 就 无论你现在自己这样飞飞的怎么样 就 飞的很好 也报我一下 然后 最后的话 生日之后 你 接下来在澳洲这两年 对吧 继续 继续嗨 继续摇滚 然后 一装滩放开 您哥生日快乐 今年只不过是我们认识的第三年 结果没想到我们的生日 你的生日我们就不能在一起过了 耶 我现在在济南挺好的呀 就是一切都很好 你在南半球也要很好的 一切顺利 默默大爱你哟 银子您好 我们好久没有见了 我听同学说你要过生日了 在这录一个视频 祝你生日快乐 尤其是呢 过生日的时候 可能都会想家 你远在他乡 但是你就把整个世界都看作中国 然后你就会 有在家里的感觉 然后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在游学的路上 能够收获到很多 交到更多的朋友 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实现梦想 实现自己梦想的路上 越走越远 走得越来越坚定 之前那时候看过你的评论日志 看过你的很多的 完整的东西 你是一个内心没有想法 内心非常坚定的人 也是我的榜样 所以方便也要一直向你学习 那说一说我自己现在的状况 现在我是已经大色了 大色课比较傻 我们现在有一个团队 团队因为是12个人 我们现在一直在旁野 公司已经成立了 我们在华强电子世界 也租了写字楼 租了一下公司来 这几天 路视平边板 实际上我一直在派学生 我们国庆节呢 高了80多个学生 我一直在教授皮区 我们创业里 做软实力的 我们把软实力分为 沟通力 演讲力 创造力 学习力 执行力 领导力 核心竞争力 期限能力 我们感觉 一个大学生来到学校 应该做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专业科学 第二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软实力 就刚才我说的那期限能力 锻炼了 那么我们团队 叫超软创业团 成立的公司叫济南超软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我们也一直致力打造 大学生的软实力 然后内化大家的意志力 外出大家的影响力 希望 让银子回来之后 可以与我们一起分斗 一起做事情 然后我对自己的打算 就是用三年的时间 把这个公司做大 然后专注做大学生的软实力培训 三年之后 我开始慢慢的向企业培训转型 那我对自己的人事能定位 就是三点 第一点是创业家 第二点是演说家 也是评论师 第三点就是演说家 这是我的梦想 我知道银子 肯定也会有更大的梦想 让我们一起实践梦想 好吗 谢谢 小银子 你答应了我 带我去澳洲看澳网的房子 要加油 生日快乐 谢谢 生日快乐 在那边要抓紧打球啊 等你回来的时候 完全也等你回来可能PK了 学习重要 身体更重要 开始 银子哥 爱你希望你天天快乐 平安 幸福 生日快乐 宝贝 生日快乐 妈妈祝你每天都开心 健康 然后呢 找一个好的女朋友 不一定是中国女孩 杨柳也可以哦 银子 今天是你的生日了 爱姐祝你天天年年随随随 快乐 健康 平安 这是我最大的愿吗 你在那里一点好好休息啊 争取好的成绩 来 会把你的妈妈 你妈妈够辛苦的 你下一次回来 那就一定够 你最喜欢 银子 恭喜你 今天是你妈是一色的 你是我们银家 新银的人 到大学里 唯一的一个好孩子 我真的从心里 替你高兴 你最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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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银子 然后 首先祝你生日快乐啦 然后 在澳洲那边 希望你可以 好好学习 好好生活 注意休息 保持身体健康 你不要忘记 你之前 在济南的时候 清光眼 然后 哥哥我还是蛮担心的 然后 不过看你现在 也越来越强 强壮 强壮 也是非常的好 然后 小婷说 还要再说一些 自己的一些规划 那 其实 我也不知道 说些什么 因为 在你走了之后 对 我挂了三颗 然后 成绩确实现在 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 希望 在离开 艾塞之后 能够 疯狂的猛追上来 然后 也是说 我抱了一个双血位 不仅是艾塞 还是说什么 也希望 自己能够做 更广阔 走得更长远一点 然后说 那个 自己的话 还是希望可以到美国去吧 因为 从小 就是比较向往那块地方 所以还是 很喜欢那地方的气息的氛围 然后 本来想 你也是一起去美国的 看你考托夫什么的 但是 你现在在澳洲 不过也快回来 最后还是会去留美 对不对 然后 如果能留美的话 大家一起在那边做 继续做 来生的小伙伴 然后 最后一个就是说 嗯 还非常 想你的啦 因为那天在 明水宣讲会 看到 那个 把你的视频播出来 当时春季也有播你的视频 那时候就觉得 嗯 嗯 这小逗逼 嗯 小逗逼 就是在那边 跑跑跳跳 拍个视频 真是逗逼 对 但是这回看到的话 不管是那场的气氛 还是说 那一场的 突然想到 是自己的 嗯 倒数第二场宣讲会了 然后就 看到你的照片 然后 Nearvana 少了你一个人了 就是 还是觉得 蛮 伤心的 也是 蛮 遗憾的 然后 就那时候 就那天 发了一个 因子 一个死孩子 对那天 在回去的车上 就那边在说 啊 因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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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哭着 就没有哭了 一点点啊 就是说 没骑 原来Nearvana 换了文术 其实换文术 没有什么不好 就是少了你而已 就是原来的Team啊 现在有点 各奔东西了 确实 离别前会有点伤感 然后 但是 都很好啦 All is well 然后每个人都在 想着自己的方向 去发展 包括你爱的宣啊 也现在在 考了去 二要考 七百 三百二十五 听说是蛮高分数啊 我还没有了解过 然后 只要你在那边 好好生活 自己注意安全 然后你知道 你对我们一直 inspire的 Five your greatness Have your own leadership 然后也希望你在 好种能够继续的 好好生活下去 生活不是生存 然后不要太拼了 看你的小个性 肯定拼得很厉害 那么 还是祝你 生日快乐 然后小朋友 要长大一点了 然后 那就这样啦 今天有点乱造 早 今天是国庆 然后 我再加七个早 跟你们出去 好了 生日快乐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